得知自己怀孕时 我兴奋地打了个电话给老公 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 简红波在电话那头高兴坏了 老婆你等着我 我刚下班 马上就回来了 可放下电话后 我做了一桌子好菜 等了他两个小时 都不见人回来 我担心别是在路上出神妖式了 赶紧打电话给他 可电话接通后 简红波却告诉我 他转到去了他嫂子那里 忘记告诉我了 我脸色一沉 怎么又去嫂子家了 简红波哥哥去年因为车祸去世 他就格外照顾他嫂子和刚出生的侄子 时常往那边跑 本来他作为弟弟 替早师的哥哥照顾一下家人是应该的 我不仅不反对 还很支持 可后来 我却越来越觉得不对位 他去嫂子家的次数也太多了些 侄子开家长会 他要去 嫂子生病了 他要去 嫂子同事聚会喝醉酒了 他要去 甚至于嫂子家里只是电灯泡坏了 下水倒堵了 他还是要去 为了照顾他嫂子 简红波有时候甚至连我这个老婆都不顾不上 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我话音刚落 那边又响起了一道又娇又嗲的女声 红波你快来 我这电脑又黑平了 来了 嫂子 那边捡红波说道 先不跟你说了 我在嫂子这边有点事 说完 她甚至不等 我回应 就挂了电话 我心瞬间量了半截 嫂子嫂子 她就知道嫂子 我气得把手机扔了 心绪不停地起伏着 然后 我腹部突然传来了一阵不适的感觉 吓得我赶紧平复心情 不敢再激动 冷静冷静 为了孩子 不宜生气 等简红波回来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我质问她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她却理所当然地说道 嫂子有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 但是电脑坏了 我去帮她修电脑了 你修什么电脑 要修到晚上十一点 你知不知道 自己有个怀孕的老婆在家 等你回来 见我情绪激动起来 简红波赶紧哄我 好好好 我知道了老婆 今天是我疏忽了 我也跟嫂子说了你怀孕的事 以后她再有事找人帮忙 就让爸妈过去 以后我就好好照顾你 这还像句人话 听到简红波再三保证 我心里舒服了一点 以后没什么重大的事 我不许她再单独去找她嫂子了 可是我不让她去 却总有某些人会主动找上门来 第二天 嫂子打来电话 说为了感谢简红波这段时间对她的帮助 要请她吃饭 简红波征求我的意见时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也没说什么 只说我也好久没见嫂子了 要跟她一起去 当在饭店包厢看见我时 嫂子的脸色明显一变 乐然也来了呀 是啊嫂子 嫂子该不会不欢迎我吧 嫂子脸色很快恢复了正常 怎么会呢 只是我昨天听红波说你怀孕了 怎么没在家好好休息呢 我一由所指的说道 红波出来跟你吃饭了 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 还不如出来和你们一起吃 女人之间的疾风 只有女人能听得懂 我很确信 嫂子听懂了 也很确信 她就是故意使唤简红波的 席间 嫂子一脸崇拜地看着简红波 这些日子多亏了红波帮忙 让我轻松了不少呢 红波 嫂子敬你一杯 趁见红波说话前 我赶紧结过话头 都是小事 嫂子不用放在心上 不过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叫我过去帮忙 毕竟咱们都是女人 比她们男人还是方便些 嫂子你觉得呢 文言 嫂子一脸受伤地看着我 开始坐腰起来 乐然是生气了吗 也对 红波是你老公 嫂子确实不该动不动就叫她帮忙的 只怪你大哥走得早 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没人管 说着 她眼泪都掉下来了 本来捡红波昨天都跟我保证 以后她不再往她嫂子那跑了 可今天见嫂子这副模样 她又变了卦 岑乐然你怎么回事 我哥走得早 我理应替她把嫂子和侄子照顾好 你这人怎么这么狭隘呢 狭隘 我气笑了 爸妈住得离她更近 她娘家离得也不远 怎么偏偏一遇到事情 就非得让你这个小叔子去帮忙呢 捡红波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说不出话来 可嫂子却哭得更厉害了 两边父母年纪都大了 嫂子实在不忍心总麻烦他们 所以只能找红波了 就当嫂子求你了乐然 求你可怜可怜嫂子孤儿寡母吧 看她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 我气懵了 正要大骂 就被捡红波止住了 行了行了 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 先吃饭吧 一顿饭吃下来 我吃了一肚子气 等出包厢去结账时 绿茶嫂子却故意像我示威一样 突然停在原地 用手捡住裙子 为难地说道 哎呀 鞋带开了 可是我今天穿了超短裙 不方便蹲下呢 一股浓浓的茶味笼罩了整个饭店 偏偏捡红波纹不到 殷勤地蹲下 给人计携带 我心里气得不行 却不想让嫂子看笑话 于是故意大声道 难怪我说 怎么有骨脚臭味呢 老公你给人绑紧点 免得走味 这话让店里过路的人 都无嘴轻笑起来 气得嫂子羞红了脸 赶紧跑去前台去结账了 结账时 嫂子看了眼手机 嗲嗲地说道 红波 我手机没电了 见红波正想揽下结账的差事 我就一把将它推开 从包里掏出一个充电宝给她 没事 嫂子 我带充电宝了 放点失败 嫂子只能不情不愿地把账结了 然后借口有事先走了 等回到家后 我和简红波大吵了一架 陈乐然你这么小肚鸡肠干什么 她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 已经够可怜的了 你就不能包容一下吗 所以我没死丈夫就不配跟他计较 这是什么歪理 我气得破口大骂 她是年纪轻轻死了丈夫 所以没人照顾 我他妈年纪轻轻没死丈夫 也一样没人照顾 我老公天天跑别的女人面前去献殷勤 你还问我为什么不能包容一点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啊 怀孕的人情绪容易敏感 更别说这事本来就不正常 骂着骂着 我情绪越来越上头 然后腹部又像上次那样 突然传来了一阵不适的感觉 我捂着肚子 忍不住抽了口气 把剪红波吓坏了 她赶紧扶我坐下 老婆你怎么了 没事吧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跟你吵架 为了孩子 你别生气了 万一伤到孩子就不好了 哼 有你这么一个天天往别人家跑的爸爸 就算孩子生下来也没人管 干脆打了算了 免得让孩子生出来 跟我一起受苦 剪红波赶紧抱住我哄道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气话了老婆 这次我真的答应你 以后不去她那了 我就在家好好地守着你 等孩子生下来再说 被她一顿哄 我的气也慢慢消了 接下来这些日子 剪红波的确如她所说 每天下班准点回家 照顾我 偶尔接到几个她嫂子的电话 她也直接推了 这让我心里舒服了不少 可我没想到 这一切都只是表象而已 产检那天 剪红波陪我去医院检查 在替我排队抽血时 嫂子又一个电话打到了她手机上 电话接通后 不知那头说了什么 剪红波急急忙忙地从队伍里撤了出来 然后把检查单子往我手里一丢 周周发高烧了 我过去一趟 老婆你自己排队吧 晚点我来接你 剪周就是嫂子跟她哥生的儿子 还不到一岁 小朋友生病了是不能掉以轻心 可他放着120不打 打剪红波的电话做什么 他又不是医生 又不会看病 叫他去干嘛 这才好了几天 剪红波又变成了以前那样 只要嫂子一个电话 他就能把我丢在原地 直奔嫂子那里去 我看着前面长龙一样的队伍 心里生出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等我排队做完产检 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 而在此期间 剪红波连一个关心的问候都没有 结束后 我打电话给他 也一直打不通 不知过了多久 剪红波才发了条信息给我 不好意思 老婆 周周高烧不退 我在医院帮忙照顾他 你做完产检 先打车回家吧 等我回来 给你带安是铺子的凤梨酥 呵呵 这就是我的好老公 永远以别人为先的好老公 经此一事 我的心彻底凉了 等我回家后 剪红波又发来了一条信息 周周周刚好转一点 周周刚好转一点 嫂子累得睡着了 我今天在这边守夜 老婆你不用等我 早点睡吧 然后我叫了跑腿 给你送凤梨酥过来 你记得收 刚看完信息 电话就响了 是送凤梨酥的跑腿小哥到了 看着那盒还冒着热气的凤梨酥 我冷笑一声 剪红波可以跑去劳心劳力地照顾嫂子和侄子 却用一盒凤梨酥就把自己老婆打发了 我气得半死 连饭都没心情吃 一个人躺在床上默默流泪 然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等我半夜饿醒 却发现家里的冰箱早已空了 只有那盒一直没拆封的凤梨酥 还散发出若有似无的香气 跟什么过不去 都不能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于是我把那盒凤梨酥拆开 吃了起来 安氏铺子的凤梨酥是全城有名的 香甜软糯 非常美味 可没想到 这盒凤梨酥竟成了我一生的噩梦 吃饱之后 我准备继续休息 可突然 一阵呕吐感 突然向我袭来 让我直接冲到马桶边 吐了个天昏地暗 一开始我以为是运途反应 可很快 我又变得头晕眼花 然后浑身开始臊痒 我心下一沉 这有点像我鸡蛋过敏的症状 我今天什么都没吃 除了减红波送来的那盒凤梨酥 可他知道我鸡蛋过敏 每次去那家店买 都是让师傅现做 并说明不放鸡蛋的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强烈的呕吐 让我差点脱水 腹部一直被牵扯着 传来一股强烈的不适感 我心里也有种不好的预感 赶紧给自己打了120 可还没等到救护车 我就因为严重过敏昏了过去 等我从医院醒来时 发现我妈正坐在我床边 默默地流泪 而剪红波依然没有出现 我正想问她怎么回事 我妈就扑过来 一把抱住我 然然 你 你别难过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听见这话 我猛得一正 怎么回事 我的宝宝怎么了 医生说你过敏反应严重 再加上最近情绪起伏太大 孩子 孩子胎停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在我肚子里好好的 我一天一天地 期盼他能在我肚子里慢慢长大 怎么会胎停呢 这时 剪红波终于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医院 老婆你没事吧 见他姗姗来迟 我妈恨恨地打了他一耳光 你是死人吗 怎么会让怀孕的乐然 一个人在家 你到底是谁老公 是谁的爸爸 为了一个骚婊子 把自己的孩子留掉了你就高兴了 什么 文言剪红波震惊了 孩子留掉了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他一个剑步冲到我面前 急急地问 老婆 到底怎么回事 一看见他 颇天的愤怒 冲击了我的大脑 让我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歇斯底里地怒吼道 你明知道我鸡蛋过敏 为什么还要给我吃夹了蛋的凤梨酥 你知不知道 那一盒我全吃完了 鸡蛋 不可能啊 剪红波立马反驳 我明明让他给你那份没加鸡蛋液的 怎么会有鸡蛋呢 我直接抓到了他话里的重点 我那份 除了我这份 还有谁的 剪红波自己反应了过来 不对啊 我明明让嫂子把没有鸡蛋那份给我的 可能他拿错了 把自己那份加了鸡蛋的给我了 嫂子 嫂子 又是嫂子 得知真相的我彻底崩溃了 就因为你们的一个错误 让我好端端的孩子没有了 剪红波 你没有良心 你他妈跟你嫂子过去吧 我们离婚 听到离婚 她终于有点慌了 老婆你别这样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今天我本来没想去的 但是周周高烧不退 嫂子实在没办法了 才打电话给我的 所以啊 我成全你们这对书嫂 我们离婚吧 你跟他们过去吧 你们才是一家三口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老婆 我可没这个意思 看着剪红波无力辩解的样子 我的心凉透了 你没这个意思 但你已经这样做了 你滚吧 离婚协议书 我会寄给你的 剪红波还想说什么 却被我妈赶跑了 出院后 我回了娘家休养 期间 剪红波打了无数个电话给我 我都没接 并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这个婚我离定了 不仅如此 这对狗男女 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不过 我还没想好 该怎么对付他们 他们倒自己先找上门来了 剪红波带着他嫂子 一起来我家道歉了 一见到我 他嫂子就哭着拉住我 对不起 乐然 嫂子真不是故意 拿错凤梨酥的 你就原谅红波吧 要是把你们的小家拆散了 嫂子心里真过意不去 剪红波也赶紧冲上来 一把握住我的手 对不起 老婆 是我错了 是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但我是爱你的 我们不要离婚好吗 我保证 只要你能原谅我这一次 以后我再也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了 你跟我回家吧 老婆 这话可真讽刺啊 迄今为止 我不知道给过剪红波多少次机会了 每次他都信誓旦旦的保证 以后不会再犯了 可只要他嫂子在电话那头一哭惨放点 他就会马上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永远是狗改不了吃食 看到这虚伪做作的两人 我心里一阵愤愤不平 可不平过后 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们害我无端承受了失去孩子的痛苦 如果我就这样跟剪红波离了婚 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我失去了我最珍贵的东西 凭什么他们全身而退 于是我冷静下来 冷冷地对剪红波说道 不想离婚也行 今天你当着我妈的面承诺 跟你嫂子断绝来往 删掉她的一切联系方式 我就跟你回去 闻言 绿茶嫂子哭得更伤心了 乐然你别这样 你大哥走得早 我和周周只能依靠红波了 嫂子求求你 别对嫂子这么狠心好吗 剪红波也有些为难 我哥临走前 把嫂子和周周托付给了我 我呵呵都要离婚了 他心里还惦记着他嫂子 这让我心里更坚定了报复他们的想法 我直接打断他 既然这样 你们请回吧 明天下午两点 我们明正局见 好好好 我答应你 老婆 怕我真要离婚 剪红波只得先满口硬承下来 但我知道 他肯定做不到 不过我也没奢求他能做到 我只是借此机会 打他嫂子的脸 挑衅他 看着剪红波拉黑了一切关于他的联系方式 又跟我妈再三保证以后除非生死大事 否则他不会再和嫂子有任何联系 我终于原谅了他 但他的绿茶嫂子却破防了 他早就把剪红波视作自己的所有物 根本接受不了剪红波对他如此无情 于是大受打击地跑走了 我也跟剪红波回了家 因为这次我失了孩子 剪红波倒是真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理他嫂子 于是我主动开始了挑衅绿茶之路 虽然我让剪红波把他删了 但我却没删他 我开始在朋友圈 频繁地发紧他一人可见的朋友圈秀恩爱 今天发剪红波给我做饭 明天发剪红波带我出去旅行 配的文案也是要多肉麻 有多肉麻 相信那绿茶看了 会要多气会有多气 至于剪红波 他平时有两个电话和两个微信号 一个私人用 一个工作用 以他那么放不下他嫂子的心 他一定会用小号背着我偷偷跟嫂子联系 相信嫂子在我朋友圈里受得气 他肯定会在剪红波身上讨回来 这我求之不得 我早就在刚回家那天 就在剪红波的手机上设置了自动备份聊天记录 只要他用小号跟他嫂子联系 就会留下痕迹 即便他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删完 我也可以趁他睡着之后 查看辈分 只要被我抓到他出轨的证据 剪红波就完了 毕竟我们有婚前协议在先 嫂子啊嫂子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经过这段时间 我的朋友圈轰炸 嫂子果然受不了的去勾搭剪红波了 而剪红波也果然放心不下他嫂子 偷偷用小号加上了他 刚开始他还只是正常的关心嫂子 但被嫂子挑逗撩拨的次数多了 剪红波也开始摇摆不定起来 话里话外间 开始放任了嫂子对他的暧昧挑逗 虽然他每次回家都偷偷把聊天记录删干净 可我依然能从辈分的云端上 看到他们越来越露骨的聊天记录 当剪红波渐渐沦陷进去之后 嫂子开始用我发的紧对他一人可见的朋友圈 去剪红波面前争风吃醋 说他看到我们秀恩爱的样子心里好难过 好吃醋 从来都没有人对他那么好过 剪红波嘴上说着他哥哥生前对嫂子不错 但其实我知道 以他的性格 他很享受这种两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的感觉 而嫂子也不惜诋毁自己死去的老公来衬托剪红波 你哥哥以前就是个工作狂 对人家好冷淡 哪比得上红波你这么温柔体贴呀 真羡慕乐然能找到像你这么好的老公 剪红波满足道 嫂子你放心 我也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乐然在我心里固然重要 但你的分量也不轻 以后有什么事 你都在这个微信上跟我说 我一定会想办法来的 看到这些 我心里一阵冷笑 虽然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但也实实在在地让我恶心了一把 不过才到这种程度 还远远不够啊 于是我放弃了朋友圈秀恩爱的迂回战术 开始直接发信息给嫂子示威 红波说下个月她休年假带我去旅游 嫂子要一起去吗 想了想之前我太偏激了也没必要让红波跟你断了联系 毕竟嫂子寂寞空虚没人疼没人爱的想让红波平时多帮帮你也是应该的 红波今天让她同事给我从国外带了两套大牌化妆品 哎 都说让她别给我买这么多了 她偏不听 我用都用不完 不过嫂子 没人给你买吧 不如我送你一套吧 抱歉啊嫂子 还是不送给你了 刚才我跟红波提了一嘴 红波生气了 说这是她专门托人从国外给我带的 不许我拿她的心意送给别人糟蹋呢 这话任凭哪个女人 看了都受不了 嫂子都算是沉得住气的了 前面两次她都没回我 到了第三次她终于忍不住在微信上 对我破口大骂起来 陈乐然你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炫耀什么 谁差你那点东西 我不稀罕 而且我跟红波好着呢 你不知道吧 她给你带的东西也都给我带了 你得意什么呀 很好 会生气 会抓狂 是件好事 接下来 就请你更加生气抓狂吧 趁简红波还没回家 我精心打扮了一番 还换上了她最喜欢的黑色紧身裙 把自己收拾得妥妥贴贴的 然后把手机开好录音放在沙发上 等简红波开门进来 看见我这模样 眼里狠狠惊艳了一把 要说身材样貌 我是非常有自信的 毕竟当初简红波就是因为喜欢我的长相 才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我 等简红波一进来 我就梨花带雨地扑到了她怀里 楚楚可怜地看着她 老公 你是不是还在跟你嫂子联系 见我一改往日强势 变得温柔可人 简红波的心都要化了 怎么会呢 老婆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怎么可能还跟我嫂子来往呢 我勾着她的领带 恰到好处地拾起了小性子 可嫂子说你还跟她联系着呢 还说平时你给我买的东西也会送她一份 是不是真的 简红波被我疗心地痒痒 自然什么都顺着我 怎么可能呢老婆 你都不许我去她那了 我怎么会去 嫂子哪有老婆重要 那你说说 在你眼里 究竟是你嫂子漂亮 还是我漂亮 这问题简红波都不需要思考 脱口而出 自然是我老婆漂亮了 我老婆天下第一美 那你说我比她美在哪 为了讨好我 简红波甚至顺口 贬低起她嫂子来 这还用我说吗 只要有眼睛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你处处都比她强 我只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可怜她而已 要不是因为我哥 就我嫂子那样的 走在街上 我看都不会看她一眼 说完 简红波过来抱我 我却一把把她推开 娇称地说道 哼 可我还是有点生气 就罚你今晚不能进房间 简红波顿在原地 被我弄得心痒痒的 却拿我没办法 毕竟没了孩子之后 她表面功夫都做得像模像样的 等她去洗澡之后 我把刚才那段录音给吴纳兰发了过去 然后配了个得意洋洋的表情 听见没 我老公说可怜你而已 就你这样的 走在大街上 她看都不会看一眼 说完我还发了张我 精心打扮的照片 给她发了过去 还录了一段 简红波洗澡的水声发给她 装作一副 我们刚完事的样子 这可把吴纳兰气炸了 连发了几条语音过来对我 陈乐然你不就比我年轻几岁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要是年轻几岁 也不比你差 你以为红波有多爱你啊 他要是足够爱你 还会天天往我这跑吗 都是成年男女了 你不会这么天真的 相信他只是可怜我吧 他就是对我有好感 只是碍于你这个贱人 他不敢表露而已 敢这么挑衅我 陈乐然你给我等着 你老公迟早有一天 会变成我老公 听见吴纳兰这么歇斯底里的样子 我心里畅快多了 以前我在乎简红波 都是吴纳兰挑衅我 气得我半死 现在我不在乎他了 挑衅的人变成了我 而气得半死的人变成了吴纳兰 我爽了 相信我想要的出轨实锤 他很快就会双手奉上 在我的不断挑衅和骚扰下 吴纳兰终于忍不住了 他在小号上 对简红波明里暗里的撩波 变成了明目张胆的勾引 其因是他很有心机地 给简红波发了几张 非常性感的贴身睡衣照片 假惺惺地说自己 从网上买了几套睡衣 让简红波帮他参考一下 哪一套比较漂亮 在我这里屡屡碰壁的简红波 看到这些照片 直接按捺不住了 直夸每一套都好看 然后说 吴纳兰身材真好 两人的聊天画风 从这几张照片之后 彻底变了 我赶紧把这几张照片 存到了自己手机上 这种好东西 哪能让简红波一人独享啊 有机会 也要请大家一起欣赏才是 在简红波又一次被我拒绝后 我很明显感觉到 他有点不耐烦 和压抑不住自己了 我知道 机会来了 我从网上找了张身材 超火辣的情趣内衣模特图 发给吴纳兰 然后气他 听简红波说 你居然还给他发睡衣图勾引他 还真是够不要脸的 简红波把你的图给我看了 还说 你身材跟快老辣肉似的 完全比不上我 吴纳兰气得半死 我看着他的对话框变成了 对方正在输入中 可输入了半天 吴纳兰都没有发消息过来 估计是被我气得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很快 我就听见 我看客厅里的简红波手机响了一声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似乎有些心虚 一看就是吴纳兰发来的信息 我赶紧把视线撇向一旁 假装不知道他在看手机 不知他们聊了什么 很快简红波便收起手机说道 老婆 刚才我们领导让我们去公司一趟 可能要加班赶一个计划书 我先过去了 晚点再回来 我贴心地说道 没事的 老公 如果实在太晚了 你就在公司好好休息吧 明天再回来 闻言 简红波果然硬了 从他出去后 我就开始等待 这阵子 吴纳兰被我一直挑衅 他今晚一定会把简红波办了 不仅如此 他还一定会发信息来挑衅我 果然 在简红波出去两小时后 我就收到了吴纳兰的信息 他发了一张简红波光着身子 睡着在他旁边的照片 他躺在简红波胸口 目光挑衅地看着镜头 陈乐然 你说你每天强颜欢笑挑衅我有什么意思 红波还不是上了我的床 有着功夫挑衅我 不如你多关心关心红波吧 刚才他来的时候 一脸苦闷 我就随便安慰了他几句 他就感动死了 把你贬得一文不值呢 收到照片后我狂喜 这下终于有简红波出轨的证据了 可单单一张照片 我觉得效果还不够震撼 于是我灵机一动 从网上找了好一些 P图前后对比的图 发给吴纳兰 然后说道 别想P图骗我 我不信 红波说了 对你不感兴趣 而且刚才我亲眼看他去公司加班的 又怎么会在你家 编故事也编得像样点 你要是敢跟我视频 让我亲眼看到你们在一起 那我立马离婚 把简红波让给你 这话肯定能说动吴纳兰 毕竟我觉得 他之所以这么卖力地勾搭简红波 应该也是想给自己找个依靠 简红波名牌大学毕业 工作好 有存款 婚后我们为了将来孩子上学的问题 还咬着牙买了一套学区房 以上的每一条 对于一个带孩子的单亲妈妈来说 都是巨大的诱惑 哪怕简红波跟我离了婚 分了财产 起码也能拿到一半 听我这么说 吴纳兰应了下来 你最好说到做到 然后他直接趁简红波睡熟了 谈了一个视频过来 我马上接起 然后按了录屏 吴纳兰在那边不敢出声惊动简红波 只是拿着手机对着自己和简红波拍了一通 然后对我比了个中指 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就挂了吧 反正简红波要净身出户了 暂且让他们嘚瑟一会儿吧 挂断电话后 我果断喊了搬家公司的人过来 把简红波的所有东西都收拾好 给他送到吴纳兰家去了 然后我整理好这段时间 简红波小号里的聊天记录 以及照片 视频 直接去了法院起诉离婚 这一切简红波还浑然不知 只是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把他的东西都搬出去了 我直接挂断电话 把他拉黑 一句废话都不想跟他讲 直到他收到法院传票后 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简红波惊慌失措地跑来认错 让我原谅他 老婆 我真的不是故意背叛你的 我我那天喝酒了 是嫂子勾引的我 我我是爱你的 你原谅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们不要离婚 跟着他来得无奈兰健壮 脸色很不好 红波 你那天不还说你现在不爱他了吗 你说你现在爱的是我 只是可怜他没了孩子才不愿意跟他离婚的吗 还说要我以后乖乖地在家等你 我冷笑一声 道出了真实原因 简红波爱的不是你 也不是我 他爱的只有他自己 至于他为什么不想跟我离婚 自然是因为他跟我签了婚前协议 做了公正 如果谁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 就要净身出户 净身出户懂吗 就是简红波跟我离婚后 一毛钱都拿不着 吴纳兰 你的算盘落空了 之所以会签这个协议 是因为我爸当年就经常出轨 差点把我妈搞抑郁 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相信爱情 也不打算踏入婚姻 是简红波一点一点走进了我的心 让我慢慢感受到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真正的爱情 但后来简红波向我求婚时 我还是心存犹疑 不敢踏入婚姻 是简红波主动提出跟我签这份婚前协议 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安心 才跟他步入婚姻殿堂 可惜讽刺的是 那份我以为永远也用不上的协议 居然用上了 看着简红波苦苦哀求 及吴纳兰难以置信的模样 我心里畅快极了 吴纳兰回想起这些日子 我对他的挑衅 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 曾乐然 你你故意的 你故意的是不是 是又如何 你能拿我怎么样 他当然不能拿我怎样 在他怒不可遏 想冲上来打我时 被我的律师拦住了 律师严肃地警告他 如果他们敢动我一下 他会立刻替我起诉讼 要求赔偿 吴纳兰马上歇菜了 后来经过法庭判决 简红波净身出户 吴纳兰妄图通过攀上 他实现财富自由的梦 彻底碎了 后来简红波挽留我吴果 还是跟吴纳兰搞到一起了 但因为他净身出户 一无所有 不能在经济上支持吴纳兰了 吴纳兰又起了其他心思 向简红波的表姐夫下手了 简红波的表姐忙于工作 却蒙在鼓里 于是我好心提醒了她 表姐性格颇辣 直到吴纳兰勾引自己老公后 直接冲到她单位 狠狠打了她一顿 又在她单位闹了一通 直接把她工作都闹没了 经此一遭 吴纳兰的名声彻底臭了 简红波回过未来 才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 可吴纳兰现在一无所有 自然会巴着她不放 打死都不愿意跟简红波离婚 听说他们三天一吵架 五天一打架 日记过得鸡飞狗跳的 这一切 可真是他们自作自受呢 二人十分之一 都是一人 根本不是没什么 被她冲到 没什么 温暖和 这一切 我是可能 对 这一切 Fortunately